说到无人机 美国在该领域的研制与开发上一直是一马当先 世界十大最顶尖的无人机就有六款来自美国 美金的PQ-4全球鹰无人机 是目前世界上飞行时间最长 距离最远 高度最高的无人机 该机曾经创造 且目前仍然保持着世界无人机领域的多项最高记录 最新型X-47B无人机 是第一型实现航母起降的无人机 也是首款在航母上飞行的全新型飞机 巡航速度126千米每小时 续航时间达40小时的捕食者无人机 曾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米25交战 成为第一种直接进行空空战斗的无人机 还有猎鹰高超音速飞行器 可携带5吨重的物资 能以超5倍音速的速度 在两小时内抵达世界任何地方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 是世上第一种装备 长时间进行高空侦察任务 而设计的武装无人机 MQ-9死神无人机 死神衍生于MQ-1捕食者 又被称作收割者 是通过原子航空系统 为美国空军所开发的无人机 1994年1月 美国通用公司 获得美国空军无人机的合同 即中高度远程捕食者计划 第一架原型机在2001年2月2日进行首飞 此架原型机使用950轴马力的 TPE331-110T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该机的整体设计与MQ-1类似 但机翼由15米延长为20米 速度达到约410千米每小时 并可携带340千克的有效赫载 在15000米的高度连续飞行30小时 2002年12月23日 通用原子公司正式收到美国空军 总额1570万美元的合同 制造两架捕食者币 并正式命名为MQ-9收割者 2003年5月 美军开始投产MQ-9 并于2004年4月 首次投放227千个的 GBU-12宝石录2激光制导炸弹 成功摧毁了地面固定目标 2006年 美空军最终正式决定 将MQ-9无人机命名为死神 此前MQ-9一直被称为捕食者币 基于这一新型武器系统的 致命性攻击能力 后来将其命名为收割者 也可谓实至名归 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莫斯利 在声明中说 死神这一绰号来源于战场上 使用该行机的空军人员的建议 MQ-9死神无人机 驿展20米 载重量1360千克 最大速度460千米每小时 续航时间15小时 满载巡航高度9千米 可挂载两枚GBU-12激光制导炸弹 和四枚AGM-114地狱火空地导弹 227千克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和113.5千克的小直径炸弹 死神无人机 使用一台功率为900马力的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它的飞行速度 可以达到捕食者的三倍 此外 它的载弹量也更大 装备6个武器挂架 可搭载地狱火导弹 和500磅炸弹等 每架死神都配备一名飞行员 和一名传感器操作员 他们在地面控制站内 实现对无人机的作战操控 飞行员一般坐在 控制站屏幕的左侧 通过主屏幕和几个分屏幕上 显示的信息 查看从死神传回的图像 观察各系统的工作状态 飞行员可通过操纵杆操纵 无人机 也可以通过键盘进行操控 一些分屏上 还可显示不同指挥控制单位 发布的实时交流信息 飞行员也可以通过音频 或者文字 与地面部队进行交流 传感器操作员的操作间 与飞行员的操作间 十分相似 但前者所连接到的操作系统更多 包括照相机红外系统 雷达以及其他的传感器系统 接到空军总部下达的 作战命令后 死神机组人员 首先要进行 无人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认真检查机载武器 校准激光系统和其他的设备 确定一切就绪后 即可请示启动飞往作战区域 MQ-9无人机飞行员 虽然不是在空中亲自驾驶 但飞行员手中依旧操纵着空置感 同样拥有开火权 而且还要观测天气 实施空中交通控制 进行花样作战 施展作战战术 当死神无人机 执行空中巡逻作战任务时 一般会出动四架飞机 由一个地面空置站 和十名机组人员配合操控 2014年 美国空军授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价值1.172亿美元的合同 即到2016年7月 为其提供38架配备多个邮箱的 MQ-9无人机 根据增程型的生产合同 公司将改进新生产的 可悬挂邮箱的机身 此外 公司还在开发一种更先进的机翼 可延长该机的航程 其携带的邮箱在机翼的内部 这样就可以去掉外部的邮箱 MQ-9B守卫者无人机 是MQ-9死神的升级产品 也是该系列无人机的最新产品 MQ-9B相对于MQ-9A 硬件和软件系统均进行了优化 平台总体布局沿用大展显笔中 单翼和上V型尾翼设计 动力系统后置 安装一台美国霍尼伟公司的 TPE331-10型涡奖发动机 机身为半硬壳式结构 非成立结构和部分蒙皮 采用复合材料 MQ-9B的翼展更长 有助于延长其流空时间 可达40小时 而MQ-9A的流空时间只有27小时 此外 MQ-9B的使用寿命更长 可达4万飞行小时 为MQ-9A型的两倍 MQ-9B平台主要改进 包括加强机身和机翼结构强度 提高结构疲劳和损伤溶陷 增加除冰、防冰装置和防雷机保护 并能够对抗阵风带来的过载 显著提升无人机 在雨雪、雷电等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 和防撞鸟能力 增加内部火灾探测和自动灭火设备 提高平台安全飞行的系数 采用全新设计的24米翼展机翼 并通过翼梢小翼 进一步地降低诱导阻力 显著提升平台的续航能力 增加自主起降系统 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量 全机共配有8个机翼外挂点 和一个机身中间线外挂点 并换装能够承受 更大起降质量的新型起落架 2020年9月获得软件升级之后 每个挂架上可挂载两枚地狱火导弹 升级后的MQ-9 最多可挂载8枚地狱火导弹 为原先挂载数量的两倍 2007年9月27日 美军空军首架死神无人机 被派往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10月27日 11月6日 死神无人机分别首次向阿富汗武装分子 发射了一枚地狱火空地导弹 和一组激光制导炸弹 截至2008年3月 美军利用死神无人机机载地狱火导弹 和500磅激光制导炸弹 对阿富汗境内16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2015年 MQ-9死神 在中东参加了美军的相关作战行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执行了近千次作战任务 而同时期MQ-1捕食者 只执行了35次作战任务 而载重的增加 与对地面装备选择的多样化 也是美军对MQ-9更加的重视 2020年的1月30凌晨 美军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 MQ-9共发射了四枚导弹 并击中两辆座车 造成伊朗第二号人物 苏莱曼尼少将 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副指挥官 穆罕迪斯等五人身亡 MQ-9死神无人机 是美军实施智能遥控 远程精确打击战术的利器 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 新型遥控无人作战飞机 号称星空下的隐藏杀手 在目标散小乱的飞顿称 作战环境中 有显著低成本的优势 MQ-9平均造价仅为 2000万美元左右 远低于有人驾驶的战机 而且MQ-9长时间的 飞行稳定性 对地面部队的心理威慑力 和快速精确的打击能力 都十分的突出 因此 除美国空军外 MQ-9也被多个 不同的单位采用 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将其用于科学研究 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则采购了多架MQ-9 用于边境巡逻 美国中央情报局 亦采购MQ-9 以执行侦查与监控任务 另外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与中华民国 等多个美国帮忙 也采购了MQ-9 此外 台湾空军 也启动对美采购 四架MQ-9 无人机系统的 建案程序 以配合P-3C巡逻机 以及远程火箭炮作战 进入21世纪以来 无人机在战争中 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 不可替代的空中力量 无人机机动灵火 续航时间长 和灵伤网等特点 也牵引着无人机 向查打一体化的方向 迅猛的发展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持续关注我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